新建案一个接着一个动工 台湾房市热 但似乎有点热过头 根据统计第二季新建案 总销金额超过4200亿 年增19% 平均成交价包括新竹县市 高雄台南台中 涨幅都超过四到五成 但根据内政部公布的购物 痛苦指数 全国平均高达9.58 也就是说民众得九年 不吃不喝才买得起房 就是涨得蛮夸张的 就是全台湾都在涨 可是我觉得我们新竹还蛮扯的 的确价格涨得夸张 不过因为疫情搅局 还要面临央行连续升息 以及打房政策所带来的冲击 导致全台现场看屋的人数 比上季减少两成 人变少 但价格却还是居高不下 对此专家这样解读 比较务实的考量 就是对建商而言 他在销售这样的产品 他也不会希望他的价格 是有往下修的空间的 因为他也理解价格 一旦下修就回不去了 他可能宁愿会以拖待变 就是我们缓慢的推案 去应应现在的景气 但他也不可能把价格往下修 买不起新建案没关系 那中国屋总买得起了吧 动产市场走了那么多年的多头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房价 是整个信心是蛮足够的 所以如果持有成本 没有降低到一个程度的话 我们很难预期会有屋主 降价抛售任赔杀出 那我们预期说房价下跌 这个情况是比较难发生的 很抱歉 因为台湾的房屋税 地价税实在太便宜 想要屋主薄薪价卖房子 可能性实在不高 观察今年房价变化 除了疫情升息之外 年底大选也会出现 人为因素影响 总体而言 想要今年制产 对于受薪上班族来说 恐怕还是有点难度 发生万山陈一伟 庄明宪台北新竹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